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律政司大師長鄭若驊 她老公叫做潘樂圖 她老公當夜叫做安樂工程 是上市公司 編號1977 大家都知道這間店 在星期四停了牌 因為被人調查 在星期五復牌 今天收市以後 單日市值蒸發了1.5億 這隻股票在復牌前收報1.04億 今天收市報9.2億 跌了1.2億 跌幅是1.1億 她總發行14億股 總共算數埋單 市值蒸發了1.68億 鄭若驊的老公潘樂圖 他控股有63.5% 你計算一下 總共跌了1.06億 這真是你很大脅 鄭若驊大師長 我們還原後 整件事都很奇怪 很多疑點 關於鄭若驊被送中 我們先把事件的脈絡 即時序說一次 首先說 在11月14日 鄭若驊大師長 去倫敦出席一個講座 走到門口的時候 就糟糕 他當然聲稱 被黑衣的蒙面人 推跌 其實不知道有沒有 反正他就跌倒在地上 好了 他就說自己很嚴重 即是手腳 各樣東西受傷 甩膠 在11月14日至11月20日 這段期間 他就沒有消息 一直留在英國養傷 即是治療 去到11月20日 這一天很奇怪 他在哪裡出現了 就是在中國駐英大使館裡頭 跟駐英大使劉曉明 一起握手回眠 還拍照 而且在當時 見到記者 談及到自己的傷勢 大家看看當時 鄭大師長 跟劉曉明大使所拍攝的相片 你看到 他是笑容滿面 神態自虐 充容不迫 加上他有化妝 所以是比較精神的 我相信他當時 還未知道糟糕 還未知道糟糕 好了 他在這個會面當中 到底是說了些什麼呢 他就說了 說到自己的受傷情況 左手的手腕甩膠 和骨折 需要裝上太板 來穩固骨折的位置 而且還引述醫生所說 他還敢死在這個 使館裡說這些話 他說自己的左手 至少三個月至一年 不能正常使用 又說 首部的中樞神經 有受損的症狀 日後或是需要接受手術 所以左手就有護帶包紮保護著 他還在說這些 即是說 當時還未知道要去北京 如果他又不回香港的話 他就想著長期在英國 來到休養 三個月至一年 好了 後來 11月20日之後 就沒有消息了 好像失聯一樣 好像馬航一樣 不知道去了哪裡 直至他12月3日 就在晚上回來香港 就說是從北京回來 當時大家看看他的相片 非常奇怪 好像死灰著臉一樣 他完全沒有化妝 而且黑口黑臉 成王成恐 沒有以前的神威和勇猛 大家都知道 鄭大師長平時說話 是多麼高傲和得戚 因為他是藍血人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法律專業出身 一向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到很大的對比 時序就講完了 我們講一下一些觀察 以及嘗試還原整件事的真相出來 有幾件事 第一 就是我懷疑他 在入駐英使館以前 他都還未知道自己將會被送中 為什麼呢? 他進去的時候 依然是說 需要三個月至一年來康復 好了 他回到香港的時候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他依然是有說這句話 依然是說要三個月至一年來康復 但是 為什麼 你在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一定是沒有離境 一定是在英國 為什麼你當時要休息 回到你又不用休息 是不是被人整股呢? 你是不是跟稿讀的呢? 為什麼你回來 你回來還強調三個月至一年 你沒有改口 就是說當時就要休息 現在就不用休息 現在就不能休息 可能是被指令要上班 我不知道這件事 好了 第二點 大家可以看到他回來的時候 是讀稿的 對不對? 而且讀到薩有介事 當他講到 大使館安排他回國 安排他回北京 我們國家的首都的時候 老實說 為什麼你要畫蛇添足 來加他 我們國家的首都呢? 對不對? 到底 你是不是暗示自己是被送中呢? 不是自願回去呢? 因為一般你要做什麼的治療 回到香港 我相信他的醫療水平也不比北京還差 大家再觀察一下他的衣著 和他的樣子 剛才我提到 他是沒有化妝的 到底你是被沒收了化妝品? 還是在北京沒有這個行動的自由 不能再去買呢? 還是你去英國的時候沒有帶化妝品? 還是你去駐英使館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你走出來 所以就沒有帶到化妝品去? 當然 是不是留在酒店? 還是留在罐底? 還是留在哪裡? 我不知道 他可以清楚出來交代一下 他是沒有化妝的 可能只是忙 不知道 要傳電郵 他說跟那些 寫字樓的員工聯絡 我不知道 好了 還有一件事 你看看他這個人 平時是這麼藍血的 襯衣服 一定是有品味的 你看看他當日 那件紅色瓶領衣服 外面又配藍色的外套 這麼肉酸 為什麼會 是不是沒有帶那些衣服 還是怎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穿呢? 那些衣服 完全不配合 那些衣服 裡面紅 就外面藍 你不是品味差 那些手 你弄傷手 又不是撞傷腦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是不是暗示什麼呢? 對不對? 連衣著的選擇自由也沒有了? 我不知道 這件事 大家可以想想 OK 第三點 你到底是不是沒有請辭的自由呢? 首先我不知道鄭若驊大師長有沒有向北京請辭 這件事我不知道 但是 你如果想著長期留在英國療傷的話 那你其實是等同於變相請辭 和流亡海外 是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當時想著長期留在英國 你先說 11月14日你倒楣 11月20日你進入駐英大使館會面 中間已經是整個星期你沒有打算回來香港的 直至你進入駐英使館以後 就失蹤了 現在就說從北京回來 你是不是想著長期留在英國呢? 如果你不送中的話 對不對? 大家留意一下 林鄭前排九月的時候 不是在路透社有一段錄音流出來嗎? 如果他有得選擇的話 第一時間就會辭職 到底這群人是不是連辭職的自由都沒有呢? 那就要留給他解答 反正這一連串的事情 加上他回來 他老公公司就被人調查 不會是這麼多巧合 所以大家就想想 這件事是非常奇妙的 此外 就要恭喜何君曉的前區議員 現在又可以做回博士了 失而復得 當然就不是格魯斯金大學 頒回博士學位給他 這次由中國政法大學 向他頒發名譽法學博士的學位 以表彰何君曉 在法律界的卓越貢獻和成就 到底這間中國政法大學是甚麼來頭呢? 原來他在最新的排名當中 就在中國排名第74位 真厲害 就是中國政法大學 其實同一間大學 就在2012年9月的時候 也頒發過法學博士學位 被劉皇發發叔 即是何君曉的死對頭 即是何君曉的死對頭 發叔當時怎麼表揚他呢? 就說他在公職生涯當中 為香港的繁榮發展 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 一國兩制方針的落實等 眾方面做出卓越的貢獻 似乎發叔的貢獻就比何君曉大 但是也是這間大學 那是否暗示何君曉會接掌鄉市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不會猜測不搞這些陰謀論 反正環時今天率先報導了這件事 是他第一家媒體報導的 環時還引述這篇評論 叫做天下雖人不識君 剝奪名譽博士學位 對何君曉就是一種名譽 那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被攻擊 你被剝奪名譽博士學位 不是由於其他什麼原因 而是因為你其次鮮明的愛港愛國表態 所以現在你就失而復得了 沒有了英國博士 現在就立了一個大陸的博士 反正都是博士 你遲早都可以被叫做Dr.Ho 現在都可以了 可以去立法會補回 不用被人說你何前博士 這真是何博士 真真正正的 不用讀的名譽 這些是頒給他 所以這些算不算政治囚勇呢? 我就不懂得分 交由益有自行判斷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